中國大陸民企債務違約潮繼續加速 在外媒報導山東28家民企債務違約 尋求債務重組消息的同一天 中國民營投資巨頭中民投旗下的債券 也因債務違約在逐年首個交易日遭遇崩盤 專家認為 中共鼓勵貸款刺激經濟 是民企債務違約的禍首 據路透社2月12號報導 他們獲得的山東法院文件顯示 當地至少有28家私營企業 因為貸款擔保違約正在尋求債務重組 其中有兩家還名列2018年中國民營企業500強 同一天 大陸媒體報導說 中國最大的民營投資集團中民投 也在逐年首個交易日遭遇崩盤 這個民企巨頭旗下 有一支名為十七中民G1的債券 當天盤中一度暴跌30% 還兩度臨時停牌 報導說 十七中民G1崩盤的導火所是 2019年1月29號第一筆到期的30億元債券違約 當天 焦躁的投資者一直等候這支30億債務到期還款 但一直到5點也沒有消息 當時中民投表示 這是債券二級市場的交易行為 據報導 這支債券一路下跌 截至到2月12號 跌幅達56% 片面價值縮水64% 北京師範大學MBA導師段少毅認為 民企債務違約還有一個原因 是中共的國有銀行還只是把錢借給沒有效益 或效益低下的國有企業 造成經濟低迷 同時拖累其他企業 引發出經濟危機 使民營企業難以為繼 中民投的債務違約 也暴露出了金融危機的嚴重性 公開資料顯示 中民投成立於2014年 由中共的全國工商聯發起 國務院批准59家行業領先企業組成 是大陸唯一一帶有國家背景的民營投資公司 股東包括蘇寧電器 易達控股 泛海建設 巨人集團等 投資領域涉及新能源 醫療大健康 通用航空 金融地產 以及保險 融資租利 資管 投行等金融和類金融行業 引起造成不可估量的結果 短短4年間 中民投總資產規模有560億 激增至3109億元 其中負債達2320億 債務從2015年底到2018年中激增了135% 即使如此 上海新世紀資訊評估公司 去年年底還給了中民投3A級評級 中國金融智庫研究員龔勝利認為 中共投放貨幣刺激 鼓勵貸款刺激經濟 是企業債務違約的主要原因 而近日盛傳的中共國務院批准15萬億 投入交通運輸體系 更引發業界擔憂 它現在你看麻煩在哪裡 單大馬車都拿不動 它唯一的就是投放貨幣 15萬億要命的 不是開玩笑 等於是一年的財政總收入都超過了 大概是12萬 它的GDP是去年是超過了90萬億 也就是說產出率非常低 財政之外的運行的資本非常龐大 龔勝利表示 2008年投入的4萬億刺激經濟 已經造成中國各行業產能過剩 經濟無以為繼的狀態 再投入15萬億 中國經濟就非常危險了 同時 中共貸款給民營企業 刺激經濟的行動也在推行 但因為民營企業獲得銀行貸款 往往需要巨額抵押品或其他公司擔保 彼此形成了複雜而龐大的交叉擔保網絡 一筆貸款違約會很快在系統中層層疊加 破壞整個金融體系 結束呔保網絡